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照顾他的李复兴 当年担任台北市行大夫大队长的侯友宜说 李复兴是死在他的怀里的 这是他憧憬生涯里头永远的痛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 希望你一个警察口中原本单纯的乡下孩子 怎么会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枪击药犯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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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身大概都会膝盖 左边右边过一支枪了 他是双枪的 他身体长得也蛮魁梧的 大概应该有大概178左右 天哪 来 走 等一下 走开枪了 有演员高洁万子梁主演的杀身状元 是台湾第一部将枪击药犯生平 真人时事改编 搬上大萤幕的电影 主角说的就是他 陈兴发 那时候出号叫阿隆 他真的是 他手机自己这个闯出名号 因为凶狠 然后敢 敢跟你要 他是跟很多人 就围着一搭一起在赌 那喝了酒以后他上去赌 赌没两把 他认为他就是怎么都输 然后开始砸摊子 然后跟摊子的老板就这样子 吵起来了 吵起来就没事就把他给捅了 但当初陈兴发刚到台北 发击的时候 还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混混而已 宜蘭人很多人那时候做生意 都会集中在台北的大屯 还有集中在井座街 大屯酒店大概就是这几个地点 大屯饭店它本来是一个 历来很出名的一个 所谓的拖一杯酒 也就是我们家讲一个日语 叫Story部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后来又改成 地价酒店的形态 尤其这个经营者本身 他还不是男生 他还是一个大姐头型的 那这个大姐头也就是让他 让陈兴发有这么一口饭吃 然后就到那边去了 陈兴发在那边当趴车小弟 常常会帮一些黑道大哥开门 那时候陈兴发也因为这样子 跟黑白两道的人都有所接触 有所来往 他这个人就是拿了小肺也会 每次就哈拉两句 所以他跟有一些人还是手脚 因为也有宜兰的一些长辈 带着他 其实在那时候 我们跟他认识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也跟他认识 他还是一个蛮乖巧的小伙子 也很客气的 这个楚楚社会的毛头小子 在当时给人留下不错的印象 同样来自宜兰的刑警干员李复兴 更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弟弟 一样看待 本来他跟李悟兴是好朋友 李悟兴大概差不多十五岁 十几岁 所以当时据了解 陈兴发上来台北之后 李悟兴也帮过他忙 因为都是同乡 而且那时候也不是坏孩子 至少我们当警察 当巡视的人 大概也需要一些县人 李悟兴有时候去巡逻 有些事情 就会问那个陈兴发 李复兴与陈兴发 一个是警察 一个是爬车小弟 来自宜兰的背景 牵起他们的缘分 也让两个人之间 存在着羽帮水 水帮鱼的利益关系 但复杂的环境 却改变一个人的心境 原本给人乖乖形象的陈兴发 日渐迷失在 纸醉鸡迷的夜神火中 陈兴看到 都能把千元大烧灑在地上 灑满在地上 任小姐在地上滚 只要黏到身上都算你 陈兴发的心态就是这样 看到了那么多大哥级的人物 在酒店里面一直千斤 他就会开始很羡慕 笑想自己有一天 也能跟他们一样当上大哥 这个江湖梦 陈兴发一直反在心中 就连19岁入伍当兵时 也没放弃过这个念头 他应该当兵没有多久 有一次就部队里面就放假 放假之后他就没有回去了 没有回去他就算逃兵了 从此他就这样子开始逃亡 然后越陷越深 陈兴发的路开始越走越偏 两把短枪就带在身上 到处惹赎药钱 有一回他跟一间李隆院的 吴姓老板讨五百万不成 竟挟持对方到墓园 连开七枪射杀 这是陈兴发下手的第一条人命 没想到几个月后 他还大胆绑架 宜然现议员欧耀北 我以为他是讲说在 他在被绑的时候 刚好是在泡汤 泡完大概在按摩 一出来 人家就见到奥姨湾 然后他就 要做什么 然后就直接拿枪 然后就把他压到车子里面 压到车子里面的话 直接然后就枪给他看之后 然后就跟他蒙眼睛 县议员被陈兴发押到基隆 一处民宅囚禁 当天晚上 议员太太就接到电话 说那个欧医员人在他手上 他请他们准备五千万 然后来输人 那时候陈兴发他打电话 都是公共电话 公共电话 譬如说这个电话 他怕被追踪 大概讲一分钟之后 然后他因为骑机车 到北的地方 或者机车到北的地方 然后再打电话 当初的那时候的最终的技术 也没有很好 所以都是试货 没有办法及时追踪到 当初陆口也都没有 没有那个CCTV 没有进入设备 所以说整个过程 他做什么车那时候 我们也搞不清楚 好像有点神出鬼没 没想到三天后 就在议员家属交付赎金的隔天 议员平安被释放 还自行返家 让警方大大松了一口气 虽然人质最后是毫发无伤的回来 却养大了陈兴发的胃口 他有打电话回来给一些 当时的省议员 这一些民意代表 大概都会很怕 都知道这个阿隆 杀人不眨眼的 由省议员接到阿隆的电话 吓到立刻出国躲避 就怕真的被找上门 陈兴发甚至还跑回台北 到以前的老东家大屯饭店 不是要报答前老板 当年的知遇之恩 而是开枪抢架 我们去大屯饭店 查访案件的时候 才发现大屯饭店的墙上 有类似的这个枪弹的痕迹 被开枪的痕迹 那我们问了店里面的老板 那老板本来都不讲 后来我们跟他讲说 这个是一个枪击案 那你怎么可以不讲 后来他才透露说 是陈兴发来恐吓他要钱 然后开了几枪这样 在追踪他的同时 刚好又发生了 新生公园的一个枪击案 也就是我们的特警中队的同仁 刘旺德他们的小队 他们到新生公园巡逻的时候 发现土地公庙前面 有一群黑道分子聚集在那边 那陈兴发他们就往高速公路 寒冬的方向逃逸 那流氓口去追 结果后来被开枪打到 伤到脊椎 到现在还是痰痕的 因为这样子 然后让这个陈兴发才 好像声名大造 竟然连警察都敢杀 实在太嚣张 当时阿隆身上 已经背了至少三条人命 加上恐吓勒熟杀人的犯案记录 就多达54起 那个年代不仅仅只有 真的是阿隆在外面犯案 也有很多假借所谓的 我是阿隆 然后在外面恐吓勒索的 什么地方都会被他 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人 就用阿隆的名号 就来说他要了几万要了几万 刚才这种消息 在那个年代 非常非常的多 真假陈兴发 让警方忙着追气 疲于奔命 更让当时的北台湾居民 人心惶惶 陈兴发的狠 在道上是闯出了名号 后来只要是 被他盯上的目标 几乎都会乖乖地给钱 当然也没有人敢冒险去读看看 对方到底是所谓 真的阿隆还是假的阿隆 而这也造成了警方非常大的破案压力 有一天 侯友宜他接到的线报指出 陈兴发很有可能出现在 台北市大志一带的赌场 于是侯友宜率领了大批的警力 赫枪实弹 就埋伏在河堤边 没有想到同一时间 陈兴发他人却到了民生东路另外一间赌场 这么巧遇到了 资深前往布县的刑警 胡荣誉 结果胡荣誉 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之下 他曝露了自己警察的身份 没想到陈兴发不但没有拔腿就跑 他竟然当面呛了一句 刑打那又怎样 接着就一枪打死了胡荣誉 那时候警政署发布了所谓的 十大枪极要犯的查记状态里面 曾经把他本身 他已经被列入了第二代的十大里面 那其实那个时候是人人都可抓 因为我们可能查到 他跟这个犯罪集团有某些的关系 可是又怕曝光 所以就拜托其他的刑警 帮我们去了解一下 这一个人的 我们要的一些资料 当时杨哲昌 拜托的其中无畏行警 就是在台北市行大 第六小队任职 绰号胡铁花的胡荣誉 讲到胡荣誉 他这个人本身说实在 我们可以用四个字形容他 玉树临风 这个人本身他是五湖四海 很海派的个性 胡荣誉跟其实他三个字怎么念 也念不到胡铁花 那其实也是因为 楚留江的港区的时代 他的人又跟这个胡铁花的 这么一个角色又非常非常地相近 所以大家才把他给 让给取得这个昵称的 胡荣誉 阿沙利的个性 让他结交许多 三教九流的朋友 有一天 一名茶艺馆老板找上他诉苦 因为对方接到了一通 恐吓电话 他的朋友有接到了 自己本身在电话里面呛声说 我是阿龙 我要跑路 你准备一笔钱 我什么时候过来拿 当时假冒诚心发的人实在太多 为了查证是真是假 胡荣誉决定私下走一趟茶艺馆 同一时间 杨哲昌也获得另一项献报 我这边的线索得知到他会到大直的 民水路那个提防外有一个赌场 他要去那边赌 顺便要去讨债 大概晚上十一二点这个时候会去 这情字都蛮正确的 所以因此我们在 民水路的提防这边 我们也有 在晚上有布了重兵 准备就在那边行动 那时候等秦秋花从赌场出来的时候 我就准备用车子围台后 我们全部藏牙才抵的他 他如果反抗我们当场就会把他打的 用那个提防当这个挡子弹的墙 包括他会不会跳水 会不会从提防外逃跑的路线 都有做一个详细的规划 由当时担任台北市行大 副大队长的侯又宜 领军的专案小组 当天晚上就守在提防边埋伏 没想到还没等到人 却先传来了快消息 7点左右吧 我就听到我们的队长告诉我们说 趕快到迷征东路 有一个刑警被开枪打死 那时候心头一震 因为那时候胡铁蛙 其实那时候我也有请他 帮忙去探一些消息 所以他到那个地方 我就觉得不妙 是不是他 这个不祥的第六感 一直在杨哲昌心里头打转 立刻赶到现场一看 倒在地上 躺在血泊中的 竟然真的是胡铃鱼 这三个就是陈希花 他们三个上来以后就拔枪 然后就恨令大家不要动 因为这些大概都是黑道分子 然后他就说猛猛的出来 就当场那个人站 可是当场那个人看 他就愣在那边 可是陈希花也没认出他 所以他没有站起来 然后他就说 谁 是谁出来 结果他都没有动声色 现场气氛安静的诡异 在场的黑道大哥们 就怕出了声 陈希花手上的枪 就会指到自己同上 结果这个时候 我们的胡铃鱼 可能刚好在上厕所出来 听到外面 有这种吵杂的声音 他就出来 看到有人拿枪穿便衣 然后他就过来跟他讲说 不要那么冲动 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们的同仁误判说 他应该是哪个单位的刑警 所以他说你是哪个单位的 结果这个陈希花就问说 你是哪个单位的 他跟他说 我是行大的胡铁花 所以他说行大的好 就把他押住 陈希花二话不说 枪就拿出来了 直接逼着胡铁花跪下 那后来蹦蹦就这样子 直接让胡铁花直接 就从后面开了枪 胡铁花直接爬下 他是往他头部开枪吧 所以他倒在现场就 对 当场就 就没有救了 看到他在 为了攻 为了攻 阴攻 然后被枪杀 我们自己都很满自责的 当然我们新人心里都是很 很痛心的 我在这边埋伏 我头发在前 前大概一两百公尺的一个 民宅里面被挂掉 所以通知我说 我就把他赶到去 前往去 我们都已经走了 OK 所以 所以 后来 其实我们最难过的就是说 人左的是一回事 我们总的对他小孩 对他太太这么久 自责 无奈的表情 全写在脸上 同时同袍的愤慨 就算过了二十多年 人在心中泛起涟漪 当时 陈青发不但打死警察 还抢走虎龙玉的配枪 这无疑是在向警方挑衅 其实那个时候陈青发在 他在逃亡跑路的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 旁边只有这两个人 一个是陈根龙 一个是张耀天 这两个人 一直都是他带到旁边的小弟 基本上 陈青发生性多疑 他也不会再用 什么样的一些性的人 他枪杀虎龙玉之后 其实我们就去 有认识了一些酒店 我们也去清查 后来 县民也提供消息 就是说 有一个小姐 某某酒店的小姐 花米叫什么名字 跟他们这三个枪杞要犯 非常的熟 但是这个女孩子 又不知道他们是枪杞要犯 那我问这个县民说 那熟到什么程度 她说 那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 带他们到他 这女孩子的家打麻将 因为她有跟其他的朋友 讲说 这三个 有三个男的 长得很帅 然后都带枪 我一个来对他们三个这样 直到电视不断放送胡蓉玉 被枪杀的新闻后 酒店小姐才知道 原来那三个 一起打牌的牌咖 竟是杀井扼杀 她有看到电视 她说就是那三个 然后这个朋友来告诉我 然后 也不知道 这小姐什么名字 长什么样 只知道她在某某酒店上班 然后她经常会去 布丁的一个美容院 在南京东路 于是警方跟踪这名酒店小姐 上班下班 还直接跟到美容院 陪她做头发 一个多礼拜后 目标人物终于出现 到总督戏宴 然后就在那边等朋友 等了大概二十分钟之后 出现一个男的 竟然是张耀天 就是枪杰杀的其中一个 两个就买了票 然后进去看电影 那我们那时候是 说实在如获至宝 很难得直接这样就跟到了 当时也请示我们的长官说 要不要直接先抓这一位 后来大家想说 因为主要的要求 还是陈兴发 怕动手了之后 陈兴发又整个线索又断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奉命 就是继续跟肩 于是杨哲昌跟专安小组的同仁 只好也买了票 一同进去看电影 而且就坐在他们后面 出来他们又去吃西餐 我们也是跟着他去吃西餐 然后在分头 一组跟着这个小姐去上班 他一组就跟着张耀天 终于查到他巴德路的住处 继续监控了两天 我才有发现那个陈兴发在羊 臭烟 当时我们要在看这种大楼的时候 我们也派了一个 我们警察的建筑 院长得比较矮 要混进大楼里面去看地形 因为只有地形能看得清楚 我们才好会不攻击 那因为我们警戒 比较没有经验 他在看整种大楼的时候 地下室 他感觉 这是一个独动的 双拼的 或者是七楼 他在三楼 他直接论的就是没有地下室 但是后来我们去看了 我们攻坚上去我就觉得 不对了 因为他有地下一楼 地下二楼 地下三楼 那我就想惨了 我跟猴吾 他说猴吾大部长 我跟他报告说 还有地下室 他说啊 惨了 原来那个 他那个地下停车场 是跟隔壁的大楼 后面背对的大楼 是共用停车场的 结果他那个车道是从 另外一个巷子出去的 出路从另外一边出去 他们就已经要出去 所以 里面都收得干干净净 然后他们就搭着电梯 然后从停车场出去的 后来我们也掉了 掉了在 原来不是仓皇逃逸的 对啊 所以感觉蛮恶丸的 就是说 一个好好布线 能够布线到 这样一个地方 然后就是为了太 太急躁了 警方连开了六枪 和一枚震撼弹 当时攻坚失利的新闻 不断在媒体上放送 爱看电视的陈兴发 当然也看到了 但最让他生气的 不是藏匿处被警方查到 而是这个画面 在巴德路攻坚的时候 后来李富欣也有残疑 他也有到达现场 然后被媒体派到 陈兴发万万没想到 这个平时尊敬的老大哥 李富欣 竟然要来抓他 他有封文说 李富欣是加入专案小组的 那当然我都否认 我都否认 因为台北市的专案小组 并没有把它列在名字里面 也就是为了要保护他 但是后来就是双面的现名 等于是去煽动 陈兴发他们说 你看那个李富欣 你刚才以为他是好的大哥 就在中间挑拨铃尖 才造成那个 陈兴发的那种恨 所以他也有放话给媒体说 他要找李富欣 就是这个新闻镜头拍到了李富欣 他出现在这个宫间的现场 据说陈兴发好巧不巧 他也看到这个画面 他看到之后愤恨不平 这个平常那么照顾我的大哥 竟然出卖我 竟然带着一批警察要来抓我 或许什么同乡之请 原来都只是在利用我 都是假的 陈兴发当时他已经怒火攻心 失去了理智了 他竟然嚣张地到处放话 他说他要杀李富欣 这等于就是向全国警察宣战了 当时侯友宜还特地交代同仁 要特别保护李富欣的安全 但是没有想到 有一天侯友宜 他又收到了一个情报 陈兴发可能出没在台北市的 首都饭店 当时一心想要替殉职的 胡蓉玉报仇 于是包含了李富欣等人收到通知 立刻赶到了台北市的首都饭店 而侯友宜还千交代万交代的 一定要等他到了再行动 天天那一天 台北市下起的倾盆大雨 路上到处都在打塞车 等到侯友宜赶到现场的时候 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蛤蟆之位的人 更胖的药环 判死刑都没有关系 会记得 先把自己的心里过去 侯友宜一直都是 在鼓励我们 还是在提醒我们要小心 他就要我跟王侯爵 要负责李富欣的安全 因为毕竟比较敏感 所以当时我们都要保护他回家 都要保护李富欣回到家里 当李富欣他认为说 我自己是刑警 我干嘛要你们保护 但是基于同袍 而且我跟他说 保护到两个的指示 我要保护你回家 虽然我也不愿意 虽然我的关系比你高 我还是要保护你回家 因此杨哲昌 王侯爵 李富欣三个人 经常一起行动 也会到陈兴发去过的酒店布线 有一天我一个朋友 打一个电话给我 他得了一个情报 他说有一个陈兴发的 以前的同纪人 要提供一个线索 约我在河江街 跟长春路的一个旁边 一个首都饭店见面 这个线命还承诺 隔天约见面的时候 也会带着陈兴发的前女友 一起出现 那一夜 我时间我迟到了 他就打一个电话给我说 你怎么迟到了 我说干嘛 我说刚刚看到 首都饭店楼上 常新发既然从楼上下来 我说你这样笑话吗 全世界都要抓他 怎么在楼上下来可以看到 他说真的 我们在喝咖啡 看到他从坐天衣下来 我就自己一个人开车 我就打电话给 线上的李御学校 还有线上的王伯准 还有现在再次的杨整厂 就跟他们讲说 你快快快 你们三个赶到河江街 长春路口 待会 我说不是约晚一点吗 他说他们已经在那边了 而且发现成新发的 从楼上下来 出去了 我说大概多久时间了 他说大概 离开半个小时了 就是那时候 我离开半个小时了 我想说应该也不会在现场去遇到的 但是我还 侯伏长还是提醒我们要小心 他说你告诉他们两位 黄小姐 李徐昕 到了现场以后不能下车 侯友宜千叮零万交代 要等他到了再一起行动 毕竟成新发火力强大 已经失去一名同胞的他 就怕有人再被牺牲 我先到了 我到了还等了他们十几分钟吧 因为雨下太大了 然后我一直打电话 一直打电话 奇怪 有一通电话通了 他们说他们还在路上 各开一部车还在路上 因为下大雨 大赛车 那时候还有在捷运工程在施工 所以台北市那时候 是交通非常乱的 但李徐昕跟王侯绝抵达之后 不仅没跟洋哲长报备 还直接下车 有可能他们想说 他下去买个东西吧 那另外一个李徐昕就下车 下车去接电话 他如果在车上接电话也OK的 所以就想不透 他为什么要下车去 旗楼上面 上面接这个电话 然后让大概在三公尺外的 这一个陈兴发在那边吃自助餐 发现了李徐昕 竟然站在他的眼前 所以当时他就放下筷子 然后拔枪 然后拉枪机 然后两只枪就冲出去 陈兴发从背后偷袭 让当时在讲电话的李徐昕 完全来不及反应 他等于说第一枪 在棋楼被打了一枪 然后他就往前炮 他跑了不到十公尺吧 一个转弯的角落就倒下去 然后那个又补过来 又补两枪 李徐昕跑到巷子口倒下来 他倒下来以后 王冬姐刚好在巷子口的那一边 然后就冲过来叫他不要动 叫那一个人开枪 因为他也不知道李徐昕被打了 他也不知道 他知道有人被开枪了 因为雨都下太大了 视线都不亮 他不知道中枪的是李徐昕 他那时候还不知道 你是反应式的要 对 他就叫他不要动 结果两边就 他这个 陈欣范也朝他开枪 两边你来我往 火火了好几分钟 这时一步行进中的车子 刚好停了下来 两人就在车前与车后对峙 车上驾驶下的打开车门落跑 所以当时我在对面 因为雨下很大 我在对面我就听到 听到三声 我就说枪声 我就把窗户摇下来 杨哲昌以为是一般黑道在火拼 结果跑到对面才知道 竟然是王后爵正在跟陈欣发对峙 然后陈欣发就看到有人 有人带着枪也过来 结果他就往河江街的方向跑 我们这样追追追 也是把民众这样推开 然后他说警察 叫他们赶快先避开这样 对 然后才去追追追 大概追到河江街里面的一个公园 就不见了 不见了 那因为天色也暗了 然后雨又下很大 然后我跟他说李悟欣呢李悟欣 他说不知道 我说那他回来 我们先回来 杨志昌回到李悟欣倒地的现场 而同一时间侯友宜也赶到了 我就看一看 开到建国北路要右转 常春路的时候 我就开始听到 砰砰砰的枪声 我说惨啊 这个枪声呢 不是变炮声 我就车子跟人家相撞 弄到因为我很急嘛 就装着我跳下车上 穿过去 我说惨啊 李悟欣刚被打到头部 我看到了 我心都凉了 不知道怎么办 我跟子昌讲 赶快叫我出公车 能不能救他 我知道没机会 当时我们回来 把他抱起来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 其实还没有断气 其实就是 就是大量的血在喷 大量的血在喷 然后他在咳 那个血一直往他的那个 所以他呼吸不到 一直咳 所以我们把他抱起来 叫他撑住 撑住 对啊 讲他就会很难过 那时候是您抱住他 还是王侯爵抱住他 我好觉得 是王侯爵抱住他的 没没想到 当时在雨中的情景 杨哲昌都忍不住 红了眼眶 因为到最后 李复欣还是撑不住了 我一直就很难过说 会不会我的现名包出卖 只不过同仁会吓吃呢 只不过同仁会吓吃呢 只会这个样子呢 那时候讲 其实我是脑筋一被扣开 只会这样子呢 只会这样一个结果呢 后来追了同仁 王侯爵回来跟我讲说 给他跑掉了 我姓更娘 又给他跑掉了 这么好的兄弟 就在我面前被打掉了 那时候我真的 很痛苦很痛苦 那时候应该有流泪 他是很坚强的啦 那英雄南妙的流泪 但杨哲昌没说出口的事 当时的他 其实也是强忍着眼中的泪水 尤其在等待支援警力 赶到的那三分钟 对他而言 仿佛是一世纪 那也有民众帮我们撑上 围了一堆人 围了一堆人 然后我还拔枪的警戒 我怕他回来又回来 对 因为我们就 我们就在一个墙角 对啊 那我还警戒 警戒着等 我们的援兵过来 我那时候觉得 我等那么久了 我的警力怎么还没有来 不然到了 他说 保安长安 我们两三分钟就到了 接到保安 那我们马上就到了 对啊 有等待的时间 当时 滴在杨哲昌 侯友宜身上的 已经分不清是雨水 汗水 海湿泪水 只见帮他们撑伞的民众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因为谁都不忍心看到 刚刚重枪倒地 不停冒着血的李富星 在大马湖上的风雨 这么好的一个朋友 这么好的一个大哥 他就为了这么一个专门 那个时候大家就认为 因为他的名字叫做父亲 大家都知道他是父亲嘛 也不太可能说 会遭遇到这样的父亲 没有想到人还是走了 那是 李富星的殉职 让专案小组同仇抵抬 每个人都想立刻活歹 陈兴发 这个时候 一名计程车司机 跑到派出所报案说 他刚刚被陈兴发挟持 疑问之下才知道 陈兴发逃跑以后 就坐上了他的车 押着那个司机 然后叫他开车 他坐在后座 然后叫他开车 然后开到 陈兴南路的地方 我下来押着他 去打一通电话 然后再押着他 到国务纪念馆 然后这两个 就是他们两个同伙 就到国务纪念馆 会合 据那个司机讲说 他不知道 左腿还是有重弹 就一摆一摆的这样 原来陈兴发也中枪了 原来陈兴发也中枪了 既然他受伤 就有可能跑到医院 或诊所治疗 那个时候从刺警局 所有心务中心一盖了 马上在晚上八点多 一盖全面 全面发布下去 到各个医疗机构里面去查 有 只要有受到所谓的枪伤病 枪伤的病患了 完全就赶快要紧急通报 另一方面 专案小组也列出几个 曾经追踪过陈兴发的地点 武林街 吴兴街 民胜东路 八德路等六个地方 也派人煮一清茶 接到110转报的就是说 北一 北一的急诊室有接到电话 有人来询问说 遇到枪伤要擦什么药 或去哪里买药 或是北一那边能不能提供药品 这样的情知啊 北一 台北医学院 不就是位在吴兴街上吗 这跟之前的情知吻合 因此侯友宜就带着几个人 到吴兴街查房 分头去找 结果竟然是在吴兴街这个地方 遇到这个陈庚龙 下来买药法买药 然后被侯友宜遇到 然后侯友宜也很眼尖 说这个就是陈庚龙 然后就跟上去 眼见诚心发的小弟陈庚龙 跑进了一栋公寓的六楼 侯友宜怎么可能错过这个机会 一场警匪驳火又要展开了吗 结点失去了两个好弟兄 侯友宜她的内心非常的自责 她说如果是她早下车 也许被开枪的 就不是李复兴了 侯友宜也曾经怀疑过 难道是她被她的信任 给出卖了吗 但是再多的懊悔 都无法挽回李复兴的性命 当时侯友宜她 只有化悲愤为力量 尽快地将陈庚龙发捉拿到岸 才能告慰 李复兴在天之灵 在当时全国上下的警察 大家同筹地开 动用了所有的情资网络 一定要把陈庆发给揪出来 果然非常快的 就在隔天掌握到陈庆发出没的地点 侯友宜率领了200多名的警力 大家背齐的弹药 全副武装 将这一栋公寓 团团的包围住 结果遭遇到了陈庆发 誓死顽强抵抗 警匪双方搏火超过了2000多发子弹 这是在台湾子弹史上创架的记录 甚至连信义分局里头子弹都被打光光了 双方最后护扔震撼弹 护扔手榴弹 引燃了瓦斯大爆炸 整层楼被炸成了一片焦黑 看到这种状况 陈庆发他还跑着聊吗 把体门打开了 准备第二坡 第二个门打开 结果第二道门他打开了 结果他就关起来 就直接开枪 就是陈庆发他们拿M16步枪 跟冲锋枪 就朝门一直打 陈庆发火力强大 手边夹起来的枪就有十多把 近千发子弹 逼得挡在最前面 拿着盾牌的霹雳小组 接接后退 我们也担心盾牌会不会 近距离又被穿透 然后也把我们的步枪也拿过来 对 所以后来 换我们用步枪跟他缓起的时候 他们就躲到里面的房间 等我们把门破开的时候 攻进去的时候 因为那个房间我们更没有看过 发现是一个细长形 他躲到最后一个房间 所以他有一个左道 做一个屏障 那每一次攻到客厅的时候 他子弹就从最后一个房间里 就打出来 所以就是持续跟他喊话 然后一边疏散 一边跟他喊话 然后又跟他讲说 出来面对司法 他说不可能出去也是死 不然就叫我们进去跟他拼了 我跟他说你出来 我绝对不会对你开枪 他说他不相信 我说你认识我 我们都认识 所以那时候也跟他 一直跟他喊话 可是他也是心歇斯底里的 情绪失控的陈兴发 根本听不进去 杨哲昌说的每一句话 虽然无法劝他投降 但陈兴发躲进的主落室里 刚好有三扇对外窗 这让在制高点部署的狙击手 有了攻击的机会 他们就一个针对浴室 浴室一个针对主落室的两边窗 三个狙击手 然后负责 我就跟他讲的第一兵 第二兵第三兵 然后每一次开三发 然后就躲起来 而你开完枪之后 你就要掩蔽 换第二兵再打 第三兵再打 他除了对我们打之外 我们本来是说 削他的子弹 第二个是引开他的注意力 之后我们要强行攻坚 强行攻坚前 警方还朝房间内 一连丢了五颗震撼弹 跟烟幕弹 但陈兴发 凱视不出来 后来里面就起火了 里面起火了 温度越来越高 温度越来越高 我们跟他说 里面出来 然后他就说 你们进来啊 你们进来 那时候就有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我就听到一个女孩子 一直喊救命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 这个女的是谁 他说 他是无辜的啦 他是无辜的 我说要不要让他出来 我说他是无辜的 让他出来 让他出来 结果他说 让他出去 让他出去 所以我们两边就停火了 直见浓烟中 一名女子表情惊恐地爬了出来 警方疑问之下才知道 她是成功人物女朋友 双方停火不到一分钟 沉青发又发动攻击 一个密闭空间里面 打了将近两三千花子弹 把两边的墙都 打成密密麻麻的蜂窝 更重要因为火花太大 所以引起里面的气爆爆炸 尽到很大的一针 就好像整个瓦斯桶爆开了 我们就赶快通知消防队 消防队上来 然后布水线 后来就没声音了 火越来越大 然后就赶快用消防水柱噴 把里面噴洗了之后 噴洗了就完全没声音了 那时候我就跟长官请示说 最后一勾弓箭 我们就进去 我想研判应该是 应该是在里面已经死了 完全面目全非 那个已经是整个 还不仅说是烧而已 那可能已经焦了 就是整个都焦了 完全 大概整个你说 要一直有办法辨认得很难 有一个被打的胸部重弹 他躺在床上 应该是 应该是那个时候被狙击手打了 后来就是有长枪的 长枪的子弹 后来解剖了 那个应该是张耀天吧 另外两个是在浴室门口那边 头部重弹 后来可能是自强吧 自杀的 警方根据体型研判 其中一名倒在浴室门口 身高一百七十八公分左右的 应该就是成金发 直到生命终结的最后一刻 他的手里依旧仅仅握着双枪 我们整个衣服都还是撕的 就去警察局颁奖 没有一丝的快乐高兴 只是说完成了一个任务 然后结束了之后 我们才到第一殡仪馆 去看看我们的同仁 看看李悟欣 在这一次追弃 成心发的烈龙专案当中 不幸牺牲了两名优秀的警察 这是侯友宜他心中最深的痛 此后他一再地提醒自己 也告诫他的同仁 我们宁可让歹徒跑掉 下次再抓 也不能够让自己的同仁 暴露在危险的风险中 攻坚后的傍晚 天空依旧下着猛猛气雨 侯友宜 杨哲昌 和一群烈龙专案小组成员 带着沉重的步伐 踏入台北市第一兵营馆 要送好同事李复兴 最后一程 一个检疫的灵堂 灵堂设在那边 那当然有政府队的同仁 在那边帮他张罗 他太太在那边 大家都很难过 那是一定的 对啊 而且我们三个猎龙小组 到底是谁被枪杀 当时传回来 我的太太那时候在刑警大队 他心里想说该不会 对啊 他说心里想说该不会是你吧 像他说也很紧张 对啊 又没接到电话 他又不敢打电话 对 只会在那边等待 在灵堂看到李复兴太太 心碎的表情 再想想自己的妻子 何尝不是如此彷徨无助 杨哲昌悲从中来 但陷入哀伤的情绪 没有太久 突然间一群人冲进灵堂 原来是刚刚在枪权中 丧命的嫌犯家属 要来讨公道 他们的遗体 也是移到兵营馆去 所以他们的家属也有心情不好 对 也有冲过来要打 打那个侯物大队长的情形 所以当时我也跟家属讲说 我在现场我有请他们 出来面对法律的制裁 我绝对不愿意当场 当一个筷子手 谁愿意当筷子手 后来把他隔开了之后 有跟他说明 我要说不是你难过而已 我也很难过 我的同仁 包括他的太太不难过 对 后来跟他讲一讲 他也比较冷静 警方原本要易伤害罪 将前犯家属带回警局侦办 但事后他们也体谅 对方的心情 因此决定不追究 另外警政署也体恤李富星的太太 担心日后他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 无法维持家计 因此安排他进到警察局工作 在警察局里面 大概遇到他太太 有一阵子我是 是避着他太太的 对 因为他太太回来上班以后 总是觉得说 我们没有把他先生保护好 总之面对面 我都会走到旁边去 对 到有一天他太太 在电梯 我愣在那边 因为进也不是 出也不是 等下太太说 哲昌我都放下 你还放不下 刹那间杨哲昌情绪愧题 原来李太太一直都明白 他避而不见的原因 多年来 身摆在心头的那份自责 好像因为这句话 而稍稍释怀 而李富星的两个小孩 每年也都会写卡片到队上 谢谢警察伯伯们 以前对爸爸的照顾 坚强的李家仁 想要留下的是感谢 与过去爸爸的美好 而不是留下悔恨与遗憾 当年惨烈的枪战结束之后呢 警方还特别开放媒体 进到了这个 淡痕累累一片焦黑的现场拍摄 不过事后就传出 其实现场发现了这三具的焦尸 里头并没有成心发 难道又让成心发给跑了吗 宛如爆炸后的战场 成心发等三名抢疾要犯 就是在这场烈焰中 终结了他们的生命 有请他们的家属来 有的家属也认不出来 当下看不出来 但因为成心发比较高 所以我们大概认定说 成心发在那边的 应该是那一面一 成心发比较高 其然他们两位比较大 当下很难百分百确定 焦尸就是成心发 因此这样的传闻不进而走 事后传出来很多那种 说他打死不死之类的 就说有人说 那个打死的不是成心发本人 因为那时候没有DNA 还没有DNA的鉴定 没办法马上就做 就提取DNA 然后去做比对这样子 所以在那个年代里面 犯案手段里面 并没有办法就是 马上让民众能够赐移 为什么坊间不相信 成心发真的死了 因为他过去犯案累累 警察经常抓他又扑空 会不会这一次狡猾的成心发 又在火场中 金蝉脱壳跑掉了 那时候杨日松法医 也有亲自来做检验 但当时三具交尸 检验血型的结果 都是O型 虽然与三人 登记在医疗运所的血型 均相符 但该如何辨认哪一具尸体 谁是谁 他们在现场做彩症之类的 都有工存 都有工存 后来也当然也说过 就是说在有所谓的 DNA的技术以后 也曾经做了DNA这样的一个比对 然后也确认了 所有三具尸体的一个身份 这才让附近居民放下 心中的大石头 由此可知 陈兴发这个人的恶行恶壮 带给当时社会多大的恐惧 否则不会连他都丧命了 还不被相信 感谢您收看今天台湾起事录 我双边想我们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